好 接下来1600新经济 主播詹书涵来到棚内 书涵我们要先聊聊今天的台北股市 好像面对中共军演 台北股市相对老神在在 是大家习惯了 还是有什么消息支撑着大家信心呢 书涵 好 确实哦 今天其实已经有微服的来修正了 但是对于这个大陆 对我们的这样的文攻武克 大家确实觉得 这是一个预期之内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加上辉达的这个财报非常亮眼 所以其实台积电也是一支独秀的一个情形 所以整个支撑力道还是有的 主要的另外一个讨论的重点 就是说台湾的系盾能不能发威 台积电会不会成为 在这个区域稳定局势不稳之下的 一个攻击重点 不过现在有外电报道了 台积电主力的设备商 也就是艾斯摩尔 他可以远端的来控制 让这个机台停止下来 其实这也算不上什么新闻了 应该说 这个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因为曾经在疫情期间 他们就已经遥控了南京厂 来去做运作 所以这个技术并不是太难的 接下来我们也看到 我们知道晶圆的这个制作 其实是一个生态系 光靠一个台湾也不够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像美国 日本跟德国的部分 他们也设定要考量一个机制 就如果有突发的情况出来的话 内部会有一个因应的机制 就是机密文件赶快转到所谓的安全备源区 甚至会清除所有的生产数据 所以就算你强占了那样的机器 你没有所谓的生产的数据 也是枉然的 也是没有用的 不过在区域紧张的情势之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厂商 都已经陆续在做出相关的应对了 包括的就是特斯拉 日经新闻就表示 这个特斯拉的供应商高阶主管 告知就是说被特斯拉告知说 地缘政治不稳定 所以希望最快明年 可以在大陆以及台湾以外的地方 来设产线 他们称为中国加一 这个加一就是加台湾的意思 这个要求其实在 美国加征大陆的电动车关税 还有赖清德的520上任之前 他们就已经提出相关的要求 所以看得出来是超前部署的一个情形了 而且和日韩的供应商讨论之后 他们现在已经决定提高的是 泰国方面的产能 来去避免这样的风险 造成供应链中断 那么说到两岸之间 今天还有一个消息说 摩斯汉堡的母公司 说要陆续撤出大陆市场 就要如何来解读呢 苏涵 确实这也显示大陆的经济 真的现在比较不景气一点点 那我们就来看 摩斯其实在大陆的厦门 是有六间门市的 现在解散清算 撤出大陆的市场 等于就是已经全面撤出了 母公司安心食品 他们有怎么表达 这样的一个决策 背后的一个考量呢 他们认为现在是希望 可以把所有的这个消点跟精力 集中在台湾国内的餐饮经营 所以所有资源之后 就会集中在屏东的 安心农科厂的部分了 那其实不只是摩斯汉堡退出 其实陆陆续续从这个八方云集 瓦城也看得出来 他们是全面退出 一个是在2022年 瓦城则是选在2023年来 全面退出的 那还有一个是泰若刘强 也就是缩减布局的部分 85度C的话 现在在大陆已经跌破500家门市了 这创下了2015年来的一个新低 那再来网品的话 是缩减到只剩下88家 干杯的话 他体系旗下的一些分店 加总起来 现在也砍超过两成的一个分店了 现在指标餐饮 业者也就提出他的观察 他认为为什么会这样退出 大陆的市场 以前被视为大饼 主要就是因为刚刚提到的 近年来景气真的比较低迷 所以台商选择退出市场 好 是 舒坦你说到景气低迷 不过似乎台湾不少旅游业者 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大陆市场身上 那么关于禁团令的解除 现在有什么进度吗 舒坦 好 确实 恐怕这个还是会让所有的观光业者 是比较失望一点点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 其实从520的就职演说发表之后 观光产业类鼓都是一直下挫 到今天还是下挫的一个情形 甚至在高雄的旅游展 观光业者甚至说 希望可以呼吁政府赶快来解除 这样的一个禁令 但交通部长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表示说520之后 局势每天都有新变化 跨部会来去做一个协商 希望下周会有一个方案 但也不排除而是由我方来先示出善意 还有他强调的就是说 对岸似乎把对等这样的用词 误会成国与国 所以过度政治化了 我们看到他也表示说 其实来这个数据看一下 这个加上团克的话 其实只有21万到23万人 是自由行依旧是比较大宗的一个情形 所以也表示 解放军现在要宣布要演习 要不要增加国安考量 这当然会去打算 另外就是要针对国际观光课 希望可以持续来冲刺 希望可以达到1000万的一个目标 这个计划会持续的来去做推行 除了财经重点 欢迎扫描旁边QR Code 下载APP掌握资讯 以上今天提供给您新经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terra MIT 中文字幕将tir tend можешьbe